圣长在在宫中看到海贵人 伸手便打了海贵人一个耳光 海兰虽然不受皇上宠爱 可毕竟是自前底就伺候皇上的救人 面对阿若如此侮辱感到十分委屈 贵妃向皇上抱怨圣长在恃宠而骄 海贵人比得位分高 他竟然敢打海贵人的脸 皇上把圣长在叫来可并未责罚 贵妃十分不悦先行离开 贵妃向皇后告发阿若 皇后告诫阿若要懂尊碑 从中调和贵妃和阿若间的矛盾 如意在冷宫中生活艰苦 打水做饭都要靠自己 海兰深夜来看如意 海兰为她带来的衣物 侍卫林云彻发现了海贵人 海贵人给了她一些琐碎银子 林云彻便承诺不将此事声张 并答应之后帮海贵人送东西给如意 海贵人临行前告诉如意 自己今后会每隔十天在浴花园中放一只风筝 表明自己还安好 林云彻告诉如意 这房间啊 最喜欢宫里的秀样买个家 不要拿一半的银子作为报酬 如意同意 林云彻抱怨自己在冷宫中做的都是脏活累活 这时宫女魏燕婉向她跑来 林云彻十分开心 急忙嘱咐魏燕婉不要摔倒 林云彻给了魏燕婉一枚戒指 魏燕婉作为四职库的宫女 每月的月银都填补给了额娘和弟弟 她的额娘嫌弃林云彻没有出息 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魏燕婉想到受宠嫔妃宫中伺候 这样手头也能宽裕一些 或许还能为林云彻谋一件好的差事 魏燕婉准备花些银子打点 到家瓶或甚长在宫中伺候 可手中的银子还不够 林云彻表示 自己也存了一些银子 会帮魏燕婉想办法 贵妃和仲嫔妃走到冷宫附近 看到太监正给冷宫送饭 贵妃查看了给如意的饭菜 一旁的阿若感慨 魏燕婉的钱还没透足 方姑姑告诉她 四十两银子便可以让她去纯嫔 伺候大阿哥 魏燕婉十分开心 林云彻向如意打听 纯平和大阿哥如何 如意告诉她 纯平从不苛待吓人 大阿哥也很懂事 林云彻这才放心 海澜在御花园中放风筝 如意看到风筝也十分安心 皇上看到了放风筝的海贵人 让她折些灵霄花送去冷宫 如意是嫩花草 也能分散些心思 林云彻把自己攒的十两银子 送给魏燕婉 魏燕婉得意到大阿哥身边伺候 冷宫阴冷 如意和索欣 虽只在此住半年 却经常感觉手臂酸疼 索欣拿了林云彻 用绣品换的钱后 请林云彻找来江太医 为他们医治 江太医听了后 觉得如意和索欣的症状有些异常 可冷宫又不能随意进出 只能拖林云彻先带一些药 阿阿哥病情反复 其太医称 阿阿哥病情十分严重 一定要百般小心 海贵人在宫中放风筝 被皇后的人撞到 贵妃指责她 如今阿阿哥病重 她却在这里幸灾乐祸 海贵人表示 自己不知道阿阿阿哥病重 并不是故意幸灾乐祸 慎常在拿下海贵人 挂在身上的香囊 扔在地上 说海贵人与如意情深 丝毫不顾及阿阿哥 皇后责罚海常在 跪在这里两个时辰 海贵人十分委屈 捡起香囊 痛哭失声 主 起来吧 时辰到了 可以起来 主 我们会跟我说 请不吝点赞